血统 育成 竞速 胜负 相信很多朋友出入赛马娘Pretty Derby游戏最大的心得 就是先从继承因子符合向性的马娘进行育种搭配 进而培育出拥有理想技能与素质的马娘 这个模式其实就是赛马产业拥有数百年历史的纯种马配种 以人工育种的方式来培育赛马 换句话说优秀的血统带来的继承因子 也决定了赛马的天赋与适性 马主会选择拥有优秀战机的赛马进行配种 好让马尔赢在起跑线 不过在1992年 有一批在日本被誉为怪物Monster的名马 以惊人的成绩打破了这百年来的育种尝试 他的名字就叫做梅浦波旁 Mihono Bluebon 1989年4月25日 梅浦波旁于北海道门别艇远口牧场诞生 名字波旁取自16世纪末的法国波旁王朝 其父亲是六战临胜的爱尔兰赛马 Magnin Nudo 母亲则是地方下级赛仅获一胜的赛马 Katsumi Echo 根据资料记载 由于父母两匹马的赛场成绩乏善可成 加上当时是Katsumi Echo所生的第一胎 因此梅浦波旁诞生时的评价并不高 仅以700多万日元出售 要知道赛马产业里 拥有知名协同的赛马交易市场 动辄可达数亿日元 事实上 Magnin Nudo的父亲是生涯14战12胜的 世界民居水车礁石 只不过在当时的日本市场行情下 梅浦波旁的诞生仍然不被看好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 这匹立毛马的生涯战机 却跑出了当时赛马界超越场里的成绩 而这当中的故事 则必须提到改变梅浦波旁一生的赛马调教师 已故的护山维夫先生 出生于京都 护山维夫早年是马术障碍赛骑师 曾获得日本阿拉布大障碍赛事三届冠军 之后因为身高问题不易控制自身体重 32岁后便转为赛马调教师 在1960早期年代 当时日本马就没有马防术的限制 有钱的马就大多会独占血统交优秀的马 因此护山维夫的马就开业时 便倾向以高强度训练 来调教低价格出身的赛马 来跟其他精英赛马竞争 在护山的调教下 曾有好几批获得重赏优胜的赛马 不过高强度的训练也为护山引来争议 过去有许多赛马在训练时发生受伤的记载 也让护山被称为斯巴达调教师 并受到许多业界人士与媒体的批判 虽然作风受到争议 但护山调教师依然无惧各界质疑声浪 坚持自己的信念与方式 而他最广为人知的训练方式 便是立东赛马训练中心的上坡训练 立东赛马训练中心位于日本关西滋鹤县立东市 于1985年完工 其训练场上有一条长约394米的直线上坡赛道 在日本被称为汉洛板路 这条赛道是以英国纽马克特赛马场为模板 如今该坡道的距离也改建得比以前更长 JIA协会之所以设立上坡训练赛道 是因为当时关西赛马场的地势较为平坦 但是关东地区赛马场则有着上坡的设计 对许多远征关东的赛马负担很大 甚至曾发生过赛马受伤的事故 于是在1967年动工建设 利用当地的自然丘陵建造了立东赛马训练中心 而这里就是人称monster怪物的美补波旁 正式接受调教训练的地方 1991年6月 三岁的美补波旁来到立东训练中心接受调教 互相调教师认为美补波旁在血统上判定属于短图马 虽然拥有速度上的天赋 但体力方面则令人担忧 因此采取彻底用上坡道冲刺锻炼的方式 来突破美补波旁在长距离赛事的体能极限 根据诸多记载 一般的赛马当时接受上坡道锻炼 一天顶多两到三趟便出现疲态 不过在互相调教师的高难度训练下 美补波旁的训练菜单却是一天四趟 甚至有时候会五趟 而上坡道的最佳区间记录 一般来说在31秒就已经相当好了 但美补波旁近创下了500公尺29.8秒的时间记录 同时高强度的训练也反映到美补波旁的食量 一般喂食赛马大约是6升4料 而美补波旁则是每天要吃掉9升4料 相当于16.2公斤 也令他的肌肉日益发达 能够承受一般赛马无法办到的训练 并屡屡刷新过去赛马的训练时间记录 也让美补波旁的评价开始转变 后来各被称作坡道之奇才 汉龙のムシコ 或是斯巴达之风 スパルタの風 就这样短短三个月后 美补波旁准备迎接赛马生涯第一场新马出道战 也是这批力矛超特级传说的开始 1991年9月7日 美补波旁在爱知县丰鸣市的中央赛马场 1000公尺的新马站出道 因训练时期的评价甚优 让他获得第一名人气 比赛开始后 虽然美补波旁因迟跑而落在马群最后 却在最终直线加速冲刺 冲出马群夺下优胜 以58.1秒创下当时三岁新马站最快的时间记录 11月23日 美补波旁出战1600公尺东京赛马场的500万夏季赛 这次他一开始就位列领先马权 并且从头到尾保持速度 来到第四弯道后 最后直线更是奋起加速 以6码深的差距领先第二名获得优胜 令波霸源以独走描述一马当线的美补波旁 两个礼拜后12月8日 美补波旁出战1600公尺朝日杯三岁锦标赛 这场赛事是决定三岁新马王的冠军赛 虽然状态似乎没有上一战的气势 美补波旁一开始就维持在第二名 但他同样在最后直线加速 与第二名的Yamanin Mirakuru仅差半马身获胜 虽然1991年三战三胜的时机 令美补波旁广泛受到瞩目 但昭日杯一战夺胜只领先半马身 并且在后来调教过程左腰扭伤休养四个月 开始有人提出距离限界的说法 毕竟美补波旁的父亲Makani Nudo是短途马血统 美补波旁挑战长距离赛事的能耐仍然受到质疑 面对这样的说法 护山调教师则是以如果春季锦标赛跑的状况不尽理想 就会放弃高月赏 改走短距离培育路线来回应 在这样的前提下 3月29日美补波旁出战1800公尺的春季锦标赛 当时被捧成大热门的是知名骑士武风骑城的Nozan Conduct 美补波旁人气位居第二 当天比赛的草地寒水率被标记为重 这对赛马奔跑时的负担较大 不过美补波旁出闸后便一马当先 犹如逃马之姿一路领跑 最终在领先第二名达七马升的情况下获胜 而以长距离擅长的米域Rice Shower 则在这场比赛第一次与美补波旁共同出赛 但名誉仅拿下第四名 同年4月19日 JRA年度经典赛第一战高跃少 美补波旁在这张2000公尺的草地赛道表现强劲 第三关道领先三马升 一路领跑直到最后直线 加速拉开马拳冲陷夺胜 至此美补波旁五战五胜声名大噪 也让骑士小岛真伯成为第22位年过四十 而在经典赛夺胜的骑士 5月13日美补波旁出战经典赛第二战 东京幽郡日本得比赛 再度挑战距离界限2400公尺 以15号马号外侧状态下一路领先维持速度 没有任何赛马能追得上 最后直线拉开第二名米域达四马升的距离冲陷夺胜 就连实况播报员白川次郎也赞叹 实在是太强了强到不可思议 根据资料记载 美补波旁在日本得比赛2400公尺的区间速度 每200公尺都维持在12秒上下 完全符合护山调教师一画廊12秒的最佳步调 美补波旁的比赛表现宛如机械般丝毫不差 也让他获得Cyborg异品称号 同年美补波旁回到北海道牧场避暑 10月回归出站2200公尺的G2级京都新闻碑 同样获得优胜 于是下一个目标便放在经典赛最后一站 3000公尺草地的菊花上 当时日本媒体为此兴奋的报道 因为这可能是继皇帝Simboli Ludov以来 再度有赛马可能达成无败经典赛三冠的尾业 只不过比赛开始后 美补波旁并未成为领跑的逃马 而是位居第二追赶 直到第四弯道后才跑到第一 殊不知最后100公尺 敏玉从外侧加速赶上 最终拿下菊花赏优胜 也让美补波旁吞下首败 也粉碎马迷们期望的经典赛无败三冠 事后骑士小岛真伯接受采访表示 一开始或许不该让出领先的 不过当时若是在加速的话 可能连第二名都不保 但是护山调教师则是 斥责自己的弟子小岛 说为什么到最后都不相信美补波旁呢 说到护山调教师的理念 根据日本马迷记载 1991年朝日碑 美补波旁以半马生辛苦夺胜 身为师父的护山便斥责过小岛骑士 不相信马就不要骑他 来责怪小岛骑士一开始采取 跟跑战术的方式 一般来说越有名气的赛马 都会安排越有名的骑士来搭配 但是护山曾在志传中提到 自己的弟子小岛希望拿下G1赛事的心情 也写到身为一位调教师 其实也算得上是一位老师 培育人才同样是很重要的事 对护山为夫调教师来说 美补波旁是他生涯所训练出最好的一匹赛马 相信训练的努力能克服血统的界限 而这样的理念 也反映他始终让自己的弟子小岛真伯来测起美补波旁 就这样 1992年菊花赏成为了美补波旁赛场上最后的一场比赛 之后因为脚步不安等伤变问题 1994年正式退休成为中马 生涯八战七胜的力毛超特级传说也画下了句点 相信很多追到赛马娘动画第二季的朋友都知道 美补波旁是一位绿色长法 高挑沉稳情绪波动不大的美少女 而她的表现与史诗一样 是一位相当遵循训练师指示的马娘 且她的服装设计也相当有赛伯格机械感 兼具帅气与魅力 同时美补波旁在剧情上与同一世代的马娘有着许多互动 例如她跟米玉彼此在赛场上热血竞争 与东海帝王因境遇相似而相知相惜互相勉励 在游戏的培育故事里 玩家同样也能体会到美补波旁初期想达成经典赛三贯的目标 却因协同的适性而被质疑的剧情 同时美补波旁跟米玉也会在赛场上多次较劲 而最终的已虚过路线 则是美补波旁商欲付出 在有马今天赛与东海帝王 穆白麦昆等马娘对决 总看美补波旁的赛马生涯虽然短暂 但是其故事受到许多马迷津津乐道 主要还是因为在实力至上的赛马界中 美补波旁从血统上不被看好 却在一位备受批判 作风伯受争议的调教师底下 跑出了打破尝试的成绩 因为朋友的推坑 让我透过美补波旁的故事 更加稍微理解赛马产业链 除了赛马比赛成绩之外 背后还有骑师、调教师与马主们背景的因素 事实上 在1992年菊花赏一战时 护山调教师已被诊断出石道来 比赛过后便住院治疗 用最后的时间写下自传一书 隔年5月便离开人世 据说小岛骑士在收到福报之后 向JIA协会告假辞退日本德比一战 为自己的老师送行 虽然训练方式受到后世人们批评 不过也有粉丝认为 护山正是因为了解赛马产业的残酷 才选择用斯巴达方式调教赛马 因为跑不出实际的赛马 最终会被送往屠宰场 为此只有透过努力锻炼 让马儿能在赛场上争取好成绩 才能脱离被屠宰的命运 没有血统加持的美补博房 或许遇见护山调教师是他最幸运的事 即便退休担任轴马 没有后代夺胜的记录 拥有过往战绩的美补博房 仍能幸福的在牧场安享晚年 距离的高强用上坡来超越 才能的高强用努力来超越 至今护山调教师与美补博房的故事 仍让不少马迷为之感动 2017年2月 28岁的美补博房在北海道Smile Farm牧场 因衰老而过世 根据牧场主员中村广述表示 粉丝自证的礼物相当的多 真的是一批受到人们喜爱的马 因为Sidegames多年来不放弃赛马娘IP 自游戏上市后 让许多玩家得以透过马娘来了解赛马产业 也让更多玩家进一步关怀退休或已故赛吧 像是高龄33岁的优秀素质 生日名义的募款便暴增至2500万日元 比起上一次募款才仅仅获得170万日元 可说是大幅成长 来自各界的捐款 也令日本隐退马协会多次发声感谢 而被媒体所记载 或许这就是网络世代的影响力 虽然动漫或电子游戏 至今为上世代的人们难以理解 但不论动机为何 我认为发自内心去关怀自己喜爱 并受到感动的失误 这样的心情或许是不分世代的 正所谓赛马坑生升级许 人人代码说不完 因为编辑工作繁忙 报竿兼做兴趣 休息时间真的有限 难以回应点名许愿 未来有机会 有空档 有感觉 有那个命 我再说说其他有趣的故事 我是YD 听说北部选举也是泼到胶子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次见 阿爸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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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开心 阿爸哟 阿爸哟 在开心